會有人說 新一代女星很難再出大美女了 像以前林青霞、王祖賢、李嘉欽、觀智玲 就是鬆弛隨意 卻美得活色身香風華絕代 現在的女星如五點型范冰冰 Angela Baby、迪勒芽等 特別精緻的卻被打上小美女的標籤 以前的大美女vs現在的小美女 她們的差異到底在哪裡呢? 臉型的差別 無疑是回答這問題最直觀的感案 面型開闊、輪郭方圓周震 並且無關大而微迫型的美女 再重視審美長期處於同志的地位 你看她們看上去舒展明豔、貴氣且端莊 不管是達官賢貴還是瀟灑俠客的角色說照 都是這類面型的 在現在之前的代表 范冰冰或Angela Baby為範本的整人素人 是越來越多了 高全虎、尖點下二 但這絕不失審美的故屈 但這樣子的面型真的比較容易倒闊 線條是比較容易模糊、鬆弛 相較面型開闊、立體感 已經超出大美女感 小尖點確實感覺比較小夾子氣 其次小尖點在靜態是完美的 在動態往往不夠舒展 至於缺乏大美女的氣質 第二硬件只是表象 風格差異也是導致很難再產出大美女的關鍵 中間以前的大美人主流都是風情萬種 明豔大慶 和現在的幼泰臉群玉峰的差別度 那是極大的 就是姐弟和妹戲的兩個差別 實際上一個是舉手投足特質屬於女王般的 另外一個更偏向於被動、楚楚可憐 需要被保護的 但哪人都有目強的心態 不能好看、不活種 要評論哪一個有風格更有大美女感 那一定是獨特魅力的勝出 第三個隨著科技的發達 不斷在消磨美女的多樣性與辨識度 以前的美人雖然純天然 含金量極高 Bug 但是不可言喻 她們每個有特色 有嘴吐、有權貨、外框的 也有翻臉的、也有塌比良的 現在的文王都是高如頂、大眼睛、歐式雙眼、尖下巴 科技可以讓美女們去變美的路子 但是因為格式化的方向 抹滅了辨識度 又很難再出角色美女了 最後還有一點不可忽略的就是 顏之情懷的特色 不做作美的有特色 大家對現階段的美女 總是拿著放大鏡在看 不管是胖的、瘦的、濃眼的、淡眼的 都經過大家的人格檢驗 這幾年後新的會美 那你又說誰不會成為一代經典的新的美女呢 這一集也要致我們上個時代 風華絕代的大美女們喔